我最喜欢的工作 我做的最好的工作 还是当老师 我想有一个身份 这一辈子的烙印不会打掉的 就是当老师 I think someday and very soon I will go back to teach go back to education This is something I have more confidence I think I can do much better than being the Alibaba CEO 小时候有过无数的梦想 我想当过司机 想当过售票员 想当过科学家 想当过警察 想当过解放军叔叔 我们那时候天天大学四年内 每天想的问题 将来怎么不当老师 真的 师范学院 毕业的时候 我成为全校五百名毕业生 就我一个分到大学的教授 其他通统到中学教授 我记得是在我们校门口 当时的校长 他跟我讲的这句话 马云 你到那个学校 五年以内不许给我出来 我说好 五年以内我不出来 那时候就是觉得 好像一种承诺 这个承诺让我在这个学校 交了六年半 每次你觉得要走了 一想那个承诺 你又静下来 每次要走了 一想这个承诺又静下来 我教书教得很好 真很棒 我自己觉得自己可能教书教得 如何我成亲 我认为 我自己觉得我当了六年老师的我 突然发现我可能是最好的老师 我自己挺得意的事情 我教了六年书 没有写过六黑板的五字 因为我这实在也太难看了 我就不显示了 我也没辅知过六次作业 我没有背过六次课 但我每次都在想 怎么样把年轻人的 读书和追求知识的欲望给挑起来 六年交下来 我觉得当老师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我其实进入商界是完全是误打误喚进入的商业 反正就想玩一点 没想到一幅广告二十年 就我还是会回到当老师这一段 我自己觉得我能够耐心定书 我在95年离开 我一想天堪认为 十年我就可以当老师 就十年以后回学校 这是95年 就05年我认为我已经可以回去了 大概创业算完成 但没想到在05年 阿里那时候跟那个eBay的竞争 刚刚到火热的状态 整个状态就是我那时候离开是不负责任 我就找他 然后我说那就再过几年吧 到09年 我觉得应该可能差不多 后来发现 我自己是有点盲目的 没有准备好这班的体系里面 没有认真地准备好所谓CEO 因为那时候我竟开始有B2B啊 淘宝的系列 我发现任何人的所担当这个公司 都有点难 我的CEO就是人家 我是称为Chief Education Officer 首席教育馆 老师是唯一希望学生超越自己的 当老师你可以永远跟年轻人在一起 我是师范毕业的 我那时候想如果有一天有钱了 我可能回不了学校 我用钱去让很多人去当老师 让他们当好老师 不管你是教育工作者也好 从事教育的工作者也好 我们都是梦想者 我们相信教育是实现人类梦想最最重要的途径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啊 再回到小学中学或者大学里做全职的教师 但是我决定一辈子做一个教育工作的支持者 做老师的后援团 原来中国消费教室有四百多万 现在只有三百多万 很多老师离开的原因是校长派来 我希望未来的二十年或者三十年 也许我们能够替中国培养五万名乡村教师 每个乡村校长影响一百个老师 这个社会可能就会影响无数的经济 我想当老师 我想当女孩 我挺后悔的一件事情 我哈尔中的一个最好的成为根老师是教我英文的 有一天我在街上碰着他 我看他脸色不太好 骑了个自行车了 他说本来有机会到阿大利亚去一个礼拜 我教了一辈子英文 就从来没去过英语国家 他说名额可能争取不到 我说没关系身体稍微养好 我送你箱去哪儿去哪儿 但没想到两个月以后他没了 我想趁这个现在还有一点实力 也许我们能够把我们选出来的老师 校长的去英国去澳大利亚 或者去美国去欧洲好的小学 跟中学校长交流个十天八天 哪怕开开眼界世界都会不一样 小时候见了老师就跑 见了笑了就怕 现在的孩子变了 我认为不是孩子变了 是我们的老师变了 老师的进步才是觉得孩子会进步 现在每年大概有1800万到2000万的新生儿体 就我们现在讲 每一个家庭最大的资产是什么 是孩子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为别人创造价值 为社会创造价值 为未来创造价值 我们希望所有的人去帮助别人成功 就是让别人比你更加成功 很多同学可能知道 我从没想到自己会当老师 但是考进了好的师范大学 四年的教育 然后毕业以后当了六年老师 一份工作对女生一辈子的影响会非常之大 直到今天为止 我依旧是一个老师的身份 其实大家发现我比中国几乎所有的CEO 花时间在演讲交流上的时间更多 因为当老师的责任 当老师的训练 让我懂得 我学到了任何东西 我们感恩到的东西 需要跟大家分享 我是很感恩自己这一辈子 有这么多的机遇 我见过全世界更多的政治家 科学家 艺术家 和企业家 我走访过很多地方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的福报 这些福报 我自己都应该把它们做为自己的 享受的东西 我需要和别人去分享 好味人师是我的感性 我挺后悔的一件事情 当了四年师范生 我学了六年书 我去创院 反正我自己觉得 有点对不起我的梦想 所以我一直觉得有一天 我应该回去下去教书 我认为我可以做得更好 比当阿里巴巴巴的CEO 山水不雨 偷穿心意 偷穿心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